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断灭了 你也不认为生啊就是一种荣幸 不再这么认为了 因为这个生啊是假生死是假死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对吧 真正解脱就是改变观念 所以你不执着相啊 但是你也不执着无相啊 对吧 不执着有相也不执着无相 对吧 你就觉得没有了断灭也是不行的 对吧 该是男人就是男人 该是女人就是女人 对吧 该是什么就是要是什么 但是你要面对这种是什么而不去执着 就是进入瓜尔法门 对吧 这就是进入瓜尔法门 对吧 这是很难得的 大家都是停留在表面上 没有透视 没有大智慧 于是都消化不良 都是局限 学来学去呢 都是 这个信量很小 没有突破 对吧 没有突破这种二元中间那条界限 打破它 一定打破它 打破它 你有希望啊 对吧 那么下面 经文 敬节菩萨曰 有为物为为二 若离一切术 则心如西空 以清净会 无所得者 是为路 巴尔法门 这个经文的意思是 第十一位菩萨 站起来发言 谈自己对不二法门的感悟 这位菩萨呢 见解 纯正无然 所以称为 静解 政治见 对吧 这个学佛啊 按照西藏的这个 佛教的 这种啊 说法说 学佛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要有出离心 说你要从你固有的观念行为 走出来 不要再执着 出离啊 对吧 这个化地为牢啊 对吧 你看那个 佛教讲的那个如意啊 那个如意是什么意思呢 是回头啊 才如意 如意是带勾的 对吧 如意像 像云菜卷一样 像云菜卷一样 如意像 像那个 云枝一样 因为云 它是变化的 变化的 你怎么可以 你执着它呢 它一直在动 你要回头 回头就吉祥 回头就如意 而且它告诉我们 如果你不再执着了 你一回头 还是灵丹妙药 能够疗治百病啊 对吧 人的病都是贪生痴 引发的 对吧 到老了 得肿瘤啊 得癌症啊 说实在呢 你不爱生气的人 你心量非常大的人 不会得这样的病 对吧 那个不是一天两天 才完整这个病造的出现 所以你要回头 你知道它不固定 你要不要上当 不要受病 你的病怎么样 改变了 对吧 很多学佛的人 确实改变了 他自己的疾病啊 在北京居士林的时候 我们认识几个居士啊 原来是癌症 对吧 那个学佛了之后呢 那癌症呢 有的一直也没有发展 有的就转化 不是癌症了 对吧 我们认识一个居士 本来是肝硬化了 对吧 通过听经之后 听法之后 对吧 几个月之后 到医院一化验 都正常啊 你想一想 改变了思想 你就会改变行为 改变了行为 你就会改变你的命运 所以改变疾病 很正常啊 人情绪啊 最容易生病了 对吧 所以说学佛有很多好处啊 生也安乐 死也安乐 对吧 也不在乎生 也不在乎死 也不怕生 也不怕死 一直活得很大气 对吧 那么他站起来说 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即心有造作和心无造作 那么一个是有违法 一个是无违法 凡复于二称人 以为有二法 这个凡复人啊 以为啊 这个有违法和无违法 是两个是对立的 一个是解脱的 一个是轮回的 所以他们之间格格不入 对吧 我们很多人呢 爱中分明 受伤的是自己 当然有人说 法师你说不爱中分明 活稀泥吗 不是 我们要讲原则 但是你心里不要记住 你要告诉别人 错了 或者对了 但是你不能执着 这个对了和错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为了横顺世间法 横顺众生 你告诉别人 对了还是错了 只要你告诉三遍之后 你不要再告他了 因为他不接受你的时候 就是姻缘 不可强求啊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不是放弃 这叫放生啊 放生暂时 先保持一点距离 让他反省一下 他在有一天 他会感恩你 他会感谢你 如果你要求他太高 他会恨你 他会烦你 对吧 所以作为一个 在家的佛教徒 怎么样啊 首先以身作则 化解烦恼 笑口敞开 心里面发喜充满 欢喜自在 你就会影响别人啊 佛教徒 做得很好啊 承担快乐 对吧 负责任 不是很好吗 还要去努力 还要去让别人 感觉到你很成功 这就很好啊 对吧 所以有人说佛教徒 消极 谁说消极 不消极啊 是你误会了 看明白更积极 对吧 我知道 今天我不讲经 怎么样 我把今天有浪费啊 怎么样 我就得讲啊 我讲了 我心里多踏实啊 我也改变我了 我也改变别人了 活着才有价值啊 要不让你浪费生命啊 那么 如果离开一切明言概念 所以上面那句话 若离一切术 这个术就是明言概念 他是张三 他是李氏 他是人 他是老虎 他是椅子 是吧 他是这个麦克风 那个是贡国 那个是佛像 都是一切术 明言概念 是我们人规定的 对吧 有些是外来的 那么我们接受这种信息 这种观念 我们认为它是实在的 那么就必须要 突破这种明言概念 因为你认为这种明言概念 是实在的 它就会影响你 它就会困扰你 它就会束缚你 但是如果你突破它 对吧 怎么样 你就是达到了 无所得的境界 本来没有实在性 它在变化 我们也在变化 所以 金刚经告诉我们 一切有违法 如梦换泡影 如露一如地 英作如四观 哪里是实在 所以你认为实在 你上当 你受骗了 所以你的世界会怎样啊 会因为你的执着 生命的质量下降 如果你不执着 提升了 如果你无所得 你走出来 对吧 就是这样 非常说理 对吧 当然你说我习惯了 习惯是什么 就是业力 习惯了贪 称痴 对吧 就像有人说 如果我不跟他计较 是不是显得我很窝囊 是不是显得证明我怕他 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 就说明 你还是没有突破 你突破了 就没有这样一个比量 是不是我怕他 对吧 那你要逞英雄吗 是没有必要的 轮回才这样 不轮回 不会是这样的 当然你可能去 能改变他的时候 你可能会引导他 会开示他 当你不能够改变他 你就不要去引导 不要去开示 怎么样啊 沉默 沉默能解决很多问题啊 哲学家 希腊哲学家说 沉默是金 胸辨是银 此时无声 胜有声啊 到最终的时候 唯莫居士就是沉默的 你无话可说的 真正的感悟就是这样 是你的因缘 不是别人的 如果知识可以 对吧 互相交流 你可以 但是对于佛法的感悟 那么就靠你自己的因缘了 对吧 所以我们面对这个 静洁菩萨 我们也要反思啊 我们也要去琢磨 我们自己做的哪方面的趋势 去改善一下 那么这种改善 非常有意义 这就是修行啊 修行是什么 修行就是改变 我原来那样 我现在这样 不困难 思想的改变 错觉啊 原来你认为 那是错觉啊 就像我们比喻过 是你戴着红色的眼镜 你看谁都是红的 对吧 你看世界都是红的 如果你戴绿色的 你看谁都是绿的 你看这个世界也是绿的 学佛就是要包容 你要换卫斯卡 别人和你不一样 你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别人和你一样呢 不现实吧 这个包容 允许别人那样 但是这不是目的啊 这仅仅是最初的开始 目的是什么 把眼镜摘下来 你发现 什么也没有 你掉过头来 你再去看人们 在争啊 在斗啊 你是我非啊 然后你才发现 是是而非啊 都是没有摘下自己的 我直的眼镜 这个时候你自在了 所以要去突破啊 所以要去离开一切的明言概念啊 所以你不要被明言概念了 说怎么样 说舒服 说你好啊 你美啊 特别高兴 哎呀 你是菩萨啊 你高兴 哎呀 你夜战鬼啊 马上就急了 上当了 对吧 说我菩萨 我也坦然 你说我夜战鬼 我还是坦然 那你就不二法门了 对吧 当然你说 要一个本来对佛法 没有多少认知的人 达到这种境界 不可能 对吧 他会抱怨 但是一个法师 他今天对我不好 对吧 所以我不去了 他会觉得 另一个寺庙好 对吧 你要知道啊 六祖贪经 有一句话 苦口的是良药 逆耳的是忠言 对吧 苦口良药 利于行的 利于病的 对吧 所以大家 要珍惜 让我们成长的姻缘 而这个姻缘 往往是半喝的 就像明代的 德山宣建和尚 在禅堂里 拿着一个棒子 问 什么是佛 那么下面的人说 佛就是觉觉 就是醒来的人 就是有智慧的人 棒一棒子 一下就打懵了 哎呀 错了 对吧 一下就懵了 没有错啊 可能疑惑呢 旁边的人也懵了 就这么学的 就这么教的呀 就这么看书来的呀 对吧 他还问 什么是佛 对吧 这个师父 我就没人敢说话了 对吧 然后他旁边有个 有个出家 他帮一个给一帮子 说我没说呀 那你打我干什么 他说我看你要说呀 说和不说 都是不能执着的 对吧 说也不对 不说也不对 都不对了 都不要去执着 当然了 今天你打谁呀 都给你急了 把棒子抢下来 要不打你才怪了呢 这就是事实啊 是不愿意开悟啊 不愿意成长啊 不愿意解脱啊 所以说 佛法是弃理的 弃机的 面对今天的音乐 我们大家还是要珍惜 百千万劫难遭遇 可以这样讲 容易得的 我们不会珍惜呀 一经三丈 他在做这个 这个法师啊 中国的法师 到印度去取经啊 做一首诗 那么最后 有这样一句 说后人如未暗私止 后人不知道啊 这个十个法师去了 回来呢 只有两三个 那几个都能让 中途都死掉 对吧 因为你要通过 爬山啊 摄灵啊 过河啊 艰难之急呀 所以把这个经典取回来 经过千辛万难啊 不容易的 所以后人如未暗私止 不能够理解 这其中的苦辣酸铁 往往讲经容易看 所以就很容易啊 对吧 资讯越发达 人的信心怎么样 减少 对吧 降低了 并不意味着增加了 对吧 那么如此啊 就会达到平等 没有差别啊 也就是 心有造作 心无造作 有分别 无分别 有违法 从那里面走出来 都是不可得的 都是缘起的 如此啊 心与虚空等同 这个心啊 一点不知度 一点不关爱 那你跟虚空就一样了 对吧 所以一位祖师说 学佛走的是什么道啊 大家不知道 说菩萨道 有的人说 什么佛道 错了 鸟道 鸟道 天空中飞的鸟 有痕迹吗 没有痕迹啊 自在 鸟道才自在啊 对吧 佛道 神的菩萨道 就是要走鸟道 哎 鸟道才自在 才自在 谁云呢 谁云自在 我想这么飞 就这么飞 我想那样飞 就那样飞 那你一定自在 心里了无牵挂 没有痕迹可循 所以是鸟道 对吧 因为 正得 清静的空会 清静 没有执着 没有关爱的 平等的 所以是 空会 因为你跟空相应了 不再执着了 智慧现前 你知道空 而你并没有相应 这是什么 这叫文字剥弱嘛 这你会念维摩经 那不是本事 说我会消化 会理解 我会用 这个是本事 对吧 因为 这个文字剥弱 是要通达 实相剥弱 都是空平的 但是 还不够 因为你并没有证物 所以你要去观照 观照 观照 不弱 才是真不弱 观照 就是你要去相应 你要去受益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啊 这个清静空会的 这种获得 真会使 是什么 使我们没有障碍 没有任何障碍 你想卖那只脚 就卖哪一只脚 对吧 当然你到这个寺院里 你看别人 随缘啊 别人卖那只脚 你就卖那只脚 别人在这边走 卖那只脚 你也卖那只脚 但是你心里没有 没有能挂 当别人卖错了 你也没有说 不会说 哎呀你错啊 你错了 啥叫错了 对他来讲就对了 对你来讲是对 是错了 那是因为你们的对立 这种分别造成的 他不懂 这样就是对的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他也不是对的 他也是随缘安利的 对吧 那么就像 中国 人们见面了 而我是阿弥陀佛 他认为这是 这是信佛的一种标志 错了 在印度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 见面都是要来这个的 不是你信佛 你就要这个 印度的话就南无了 这是敬礼了 不是徐佛 不是徐佛的专有礼节 但是有人不认为啊 他不知道啊 他是 我不能这个 我说你这个对你没有坏处 对吧 你要是认为有坏处了 那才是真正的坏处 对吧 是你分别新的一个结果 不可以这样 你这样了 对自己是伤害 不是对我的 你可以不对我 没有关系 所以没有障碍了 怎么样啊 我们就走进不二法门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静解菩萨的这种体悟 感悟 所以我们应该从 静解菩萨那 学这么一招 不能白学 入宝山 不能空手而归啊 如果你空手而归 那白学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去相应 那么下面 罗拉经文 罗燕菩萨曰 世间出世间为二 世间信空 即是出世间 于其中 不入不出 不已不散 四为入 不二法门 经文的意思是 第十二位菩萨 站起来 谈自己的 对不二法门的感悟 这位菩萨 已经证得 金刚三昧 金刚就是空啊 三昧就是平等啊 等词啊 三昧就是平等 也要身目的 也要证定啊 那么就是看到空 就看到有 看到有就看到空 所以叫三昧 对吧 顿或正正 没有任何的迷糊 完全跟空性相应 所以他才能够等次 最为勇猛 没有一点点含糊 没有一点点的 脱泥带水啊 犹犹豫豫豫 没有 非常的勇猛 对吧 勇往之前 所以称为挪罗燕 挪罗燕 它翻译过来 是 历史 看这个 这个 一些寺庙里啊 有 这个 门口啊 有人说 那是亨罕二将 其实那是历史 二大金刚 天降 是护法 对吧 历史 坚固 什么叫坚固啊 不是脆弱 对吧 我们人那都很脆弱 他为什么坚固啊 他勇敢啊 他知道事情的真相啊 所以他就坚固 永健 勇敢 对吧 无所谓 对吧 他站起来说 他自己谈自己的感受 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是吧 我们认为 他们是对立的 我们认为 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是矛盾的 在凡夫和二称人以为 他们之间 是二法 因为对立矛盾 就是二法 实际而言呢 世间法 缘起信控 幻化不实 对吧 世间的 所以我们说啊 财是明是罪啊 对吧 包括成功啊 财富啊 对吧 所有的一切 怎么样 都是云而起的 由云而起的 那么他的本质 是没有固定的 你得到了 你会失去 对吧 你失去 你可能会得到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在失去的过程之中 我们常常会得到 意想不到的收获 因为我们会感悟 世间的无常 我们在得到的时候 我们也可能会失去 对吧 一个人挫折 并不是坏事 他可能是财富 当然 他要 真正的有智慧 他才会 有这样的 这样的醒悟 否则 他可能 被烦恼所淹没 哲学家说 一点点烦恼 毁了我 更多的烦恼 会成就我 所以这就善于消化 善于转变烦恼的 应该是菩萨 对吧 那么 原体 如幻 信空 这个 面对这个世间法 我们知道 它就是原体的 就是如幻的 就是不可靠的 所以 它就是信空 而你感悟到这一点 这就是出世间法 请问 这个世间法和出世间法 它是对立的吗 它又不是对立的 就是你加工一下 它就变成了出世间法 这个加工的过程 就是一个转变 就是修行 对吧 既在一切法中 不出 不露 如果你认为有出 有露 那只是相对而言 其本质 是没有 我们从苏博世界里面 走出来 也没有走进来 因为如果你 或者走进 也是一个远起的 一个面对众生 随缘而说的 俱和出 其实就是观念的改变 这种观念的改变之后 那么 你发现 如果是有出 有入的话 就是这样 其实没有 没有这样 只有达到这种 不出不入 不留意 也不散乱 这是没有 出来也就是中庸之道 没有超过 也没有达不到 对吧 不散乱 这就是入官法门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一个道理 出来是缘起术 那么进入 也是缘起术 对吧 那么 举个例子 说我们要往生西方 西方在哪呢 我现在不知道东南西北 但我随便 做一个参照物 西边在那边 在那边 对吧 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往生这一边 它好像就代表西了 我们现在又拿另一个参照物 对吧 说 说西边 请问 这是西边 现在西边又有了西边 请问它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东边 固定吗 不固定 假的 时间和空间的观念 是假象 是我们的错觉 所以那边再放一个东西 这个又成了东 西边固定吗 这是我们设定的 那个地图 还有大有小呢 对吧 那你说 哪个是标准啊 哪个都是标准 你相信你以它为标准 它就是标准 对吧 你不以它为标准 它就不是标准 以它为标准的人是有缘 不以它为标准的人是没有缘 就像我们今天探讨不二反门 有缘去探讨 没有缘你 你来了你 你要走 对吧 所以这个没有标准的 对吧 你不要执着啊 你谁缘最好 你说好 对好 你说不好 对不好 但是你没有原则 有啊 恒生众生 这就是原则 我心里的了无牵挂 不留痕迹 这就是修行 对吧 那么下面的经文 善意菩萨曰 生死涅槃为二 日见生死性 则无生死 无腹无解 不然不灭 如是结者 是未入不二反门 那么经文呢 是第十三位菩萨站起来 发表自己对不二反门的感悟 那这种感悟呢 对我们来讲 也是要对照 要反省 不能空过 那么这位菩萨 善知众生心意 众生想什么 他知道 以善解生死 善于理解 感悟生死 没有生没有死嘛 还有涅槃的妙力 感悟生死 感悟涅槃 因为生死是局限 涅槃是不局限 那么这种生死好像 不是佛法 涅槃好像是佛法 是这样吗 不是的 所以称为善意 他能够感悟 我们不能感悟 他站起来说 生死 涅于涅槃 是二法 凡夫于二称 以为是二 生死 涅槃 大乘佛法说 生死 涅槃 等 空花 生也是空 生死 都是 空花 涅槃也是 空花 两者之间是博二 但是这个里边 凡夫于二称人 就是声闻称 圆绝称人 他以为两者之间怎么样 是对立的 是两个 对吧 实际而言呢 生死 生死 如幻化 即使 生死 没有自信 是空 那么 如今 生死 性 是空 生死的本质是什么 生死 缘起法 死是缘起法 生死的本性 是什么 不可 十分无 gl� 缘起法 魂 不得 老虎 老虎 老虎